赵薇摊上市了,代言产品被举报涉传销近7000次 老板拥16家公司,一款赵薇代言的产品 由于被近7000人次举报涉嫌传销,引发轩然大波 据金融风险查询举报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演员赵薇代言的传奇今生,目前已被标记为疑似传销并处于曝光状态 关联项目为红樱桃健康成高,信息来自西安反传销联盟 被举报次数达近7000次 世界发现,在传奇今生官网上,至今还遍布着代言人赵薇的宣传图片 搭配着每一面都出色赵薇同款,小黑管一抹出色的秘密 CCTV6电影盛典直播合作伙伴等广告语 并自称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美业推动力奖 年度消费者欢迎品牌奖等多种奖项 陈志成名下共有16家公司,多数已处于注销或吊销状态 目前在业或续存的有5家 注册资本多在百万及千万级别 涉及生物科技、国际贸易等领域 2. 少林完混集合作 ‫ 500周年以前的营紧摄 respected 1.500周年体育艇ion 1.400周年费 tus架